现在我要开始实现那个梦想了 尽管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但还是想挑战一下 想象变成了现实 男涵啦啦对女神里多会去年加盟乐天女孩 靠着甜美脸蛋加上精湛舞技圈粉 成功打响知名度 代言邀约不断 今日他不喜讯将推出个人单曲Hush进军歌坛 并成为Blackpink师妹 稍早里多会在YouTube频道上传新片 全程以中文分享心路历程 他表示 尽管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但还是想挑战一下 想象变成了现实 如愿出道并发行首支单曲 影片曝光让网友看了也感动不已 我是一个幸运的 不 我认为是这样 不知道别人 眼中的我 我是什么模样 总是开朗 充满博力 博力的样子 这就是现在真实的我 可是 我还有隐藏的另一面 我喜欢思索 喜欢想象 喜欢追求梦想 在许多想象中 描绘出另一个我 我从小就有这样的想象 从小就只有梦想的我 没有什么特别的人生计划和目标 朋友们一边学习 一边畏畏来做准备 但很早就知道那不适合自己 当我感到黑心时 母亲和父亲对我说 找到你想做的事 你不必遵循既定的道路 人生是短暂的 到了二十岁 朋友们开始了大学雄火 感觉只有我一个人 独自留在这个世界上 该做什么呢 该如何生活 这并不是我真的需要钱 也不是为了积累经验 想要承受流逝的这些时间 我必须这样做 过着机械的生活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饿了吃因过期下架的食品 填饱肚子 不知不觉间 我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 维吉说 否定人生或犹豫 不如说没有任何想法 也不想见朋友 也不喜欢和别人聊天 时间仿佛停止了 一天的时光里 我唯一想要做的事情 我唯一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记住我喜欢的舞蹈 或者带着耳机听音乐 喜欢那些时间 想念 想念 不过 这不能成为我的未来 靠跳舞 我断定 这事不可能的 但是 总觉得心里有什么故事 想找到心跳的事情 好吧 我喜欢跳舞 试试看吧 就这样 就这样 五年的时间 过去了 在这心跳的五年里 我实现了梦想吗 我只是经历 集中在 生活 并经历而为 结果很好 二十五岁的我跟 二十岁的我 想比 成长了吗 但是 周围拥有舞蹈汉 周围职业的拉拉队队员 最远程的是 语气 竭尽全力 不如 挑战 现在 我要开始实现 那个梦想了 尽管 我对 现在的生活 很满意 但 还是 想挑战一下 想象 变成了 现实 Fashion 然后三次停速的梦想 用不同方式看新闻 看超人性VTuber 爆新闻 直播线上即时互动 轻松有趣多元内容 3月16号起 每周六晚间9点 15计划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 o 未经许过 是 这一集 我们下证据的 感谢观看